陪伴一代人成长的Speedy Video 宣布全面关闭,让人不胜唏嘘 那么今天我们会为你分析 唱片行没落的五大原因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南台仲兵彦 我是陈学生 在这个影片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影片 那如果你是90后或者是80后的话 相信以上的影片你一定有看过 那么前几天各大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则新闻 曾经在我国盛行一时的影视光碟专卖店Speedy宣布 将会关闭国内所有的零售店 贴文写到 亲爱的顾客,本公司即将陆续关闭所有的分店 所有的分店现在已经做着轻货促销 老板要钱不要货 先到先得,买到赚到 为什么Speedy唱片行会宣布关闭 今天的时事探讨我们就来分析 唱片行逐渐没落的五大原因 第一,MP3格式的普及 主龄年代初 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收听歌曲 就必须买磁带专辑或者是CD专辑 主龄年代末,MP3格式越来越普及 MP3体积小,音质好,容易传输 使盗版变得非常容易 一张盗版MP3CD可以放几百首歌曲 只卖马币三块 而一张正版专辑只能放十首歌曲 售价马币三十 所以MP3的普及严重冲击了正版唱片行的销量 第二,网速的提升 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发达 00年开始网路上涌现了很多免费的歌曲下载网站 不过当年的网速很慢 一秒可能只能下载三到四KB 随时还可能会出现死恋的状况 所以即便出现了互联网 很多人还是会去唱片行购买专辑 而导致唱片行没落的关键原因是网速的提升 如今下载一首歌只需要一秒的时间 绝对比开车到唱片行去购买专辑来得更加方便 第三,P2P分享软件的流行 2000年以后,P2P分享软件逐渐流行 透过P2P软件,我们可以很轻松地 和其他的用户共享自己电脑里的文件 举个例子,我想听周杰伦的歌曲 我只要在P2P软件搜索周杰伦 P2P软件就会从海量的用户电脑中 找出带有周杰伦关键字的文件供你下载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传播盗版音乐 曾经流行的P2P分享软件包括 Kaza,Napster,Email等 中国的酷我和酷狗也是属于P2P软件 不过,他们已经从盗版音乐P2P软件 转型成正版音乐的P2P软件 第四,正版音乐免废话 2010年以后呢,流媒体崛起 例如YouTube,Spotify,iTunes,Jokes,KKBOX,QQ音乐等 这些流媒体大多数都提供免费听歌的功能 如果要去除广告或者要收听高音质的歌曲 才需要付费 重点是这些流媒体提供的歌曲都是属于正版歌曲 既然正版的歌曲都可以免费收听了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掏钱买正版专辑的习惯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歌手放弃发行实体专辑 改为数位发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实体专辑一般要累积十首歌曲 还要印刷歌词本、CD和专辑包装 成本较高 数位单曲只要设计一张封面图 就能够发行,成本较低 另外,CD播放机已经被淘汰了 即便买了实体专辑 也找不到CD播放机来播放 所以,售卖实体专辑的唱片行越来越不受青睐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总结的唱片行没落的五大原因 不知道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其实呢,这个Speedy关闭的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我是非常不舍得的 因为Speedy Video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回忆 因为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很喜欢逛Speedy Video 即便到了我高学时期 每次只要和朋友去逛街 一定进的店就是Speedy Video 然后呢,只要我的偶像一发新专辑 我就会马上重去Speedy Video 看有没有上架 可是通常马来西亚都是卖几天的 就是要找几个分行 或者是要等几天才可以买到我要的专辑 而且以前是学生时期啊,就没有赚钱了 而且一张专辑又卖四、五十块 有些更贵,有些接近一百块 所以为了买一张专辑就会存钱存很久 像我的话呢,就因为我的偶像是蔡林嘛 我就,这些CD呢,都是在Speedy Video买的 而且我都不舍得拆了 你看那些包装都还在 像你的话,你们00后 还有买这种专辑的习惯了吗? 00后我觉得不普遍 但我是有买啦 因为我不是这么说 可是就是啊,我其实在家里有一个收藏啦 我差不多有20多张专辑 那么在这个时代,其实我没有必要去买CD来听歌 因为我们有Spotify啊,YouTube也可以听歌了 而且是免费的 可是我买专辑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一种情怀在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歌手 然后买了这个CD回来呢 CD里面它除了有CD之外呢,它其实还有词本 然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在网上比较难看到的东西啦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啊 也可能有花絮照什么的 所以我就,这个就是我会买CD的原因 是,我觉得这些是数位单群没有办法替代的 其实呢,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随着人类听歌方式的改变 Speedy Video会关闭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这次的疫情呢,是压死Speedy的最回根稻草 那么其实Speedy Video的关闭呢 也代表着唱片行时代来到了一个尾声 但唱片行的没落不代表音乐的没落 音乐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呈现给我们 没错,无论未来这个唱片行是否还会存在 音乐都会永远存在陪伴我们成长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就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Tube的朋友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Speedy现在打减价,要不要过去 走啊 走